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撒末尔纪上第22章 撒末尔纪上第22章总共有23节 里面的内容在讲 大卫为了躲避扫罗到了摩亚地 扫罗王杀挪伯城的祭司 我们先把圣经分一下段落 今天的经文分三个段落 第一段是一到五节 大卫带着弟兄父母家人 连同跟随他的四百人 到了摩亚的米斯巴 第二段是六到十九节 因以东人多异向扫罗王告密 罗伯祭司城惨遭屠戮 第三段是二十到二十三节 大祭司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 带着以弗德逃到大卫那里 跟随他 今天我们所选用的要节 是第二节第五节 圣经这样说 凡受窘迫的 欠债的 心里苦恼的 都聚集到大卫那里 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 跟随他的约有四百人 先知迦德对大卫说 你不要住在山寨 要往犹大地去 大卫就离开那里 进入哈列的树林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前一章 也就是二十一章的故事叙述中 我们讲了 大卫为了躲避扫罗 逃到了菲利斯人的加特 因为处在了非常危险的境地里 他于是在菲利斯人面前装疯 最终得以逃脱 大卫紧接着从那里转回 到了菲利斯和犹大高原之间的 缓冲地带 继续的躲避扫罗 本章第二十二章 就是他逃亡生活的延续 这一章提到了 他在亚都兰洞 他所带领的军事方面的势力 渐渐形成并壮大 接着又辗转去了摩雅地 再因接受先知迦德的劝告 回到犹大旷野 哈列的树林 我们先来看第一段 一到五节 大卫到摩雅去 上一章的结尾 讲到大卫借着装锋 从菲利斯王面前逃脱以后 便离开了菲利斯地 住在了犹大高原 和菲利斯平原之间的 丘陵地带 这一带的地理名称 叫做施菲拉 由于这一带 是典型的石灰岩地貌 所以从远古的时候 就生成了许多的山洞 亚杜兰洞的名称就由此得来 大卫之所以会住在这里 因为这是犹大山地的边缘 同时也是菲利斯地的边缘 当他住在这里 无论是扫罗的力量 或是菲利斯人的力量 都难以达到 即便是仇敌万一到来 亚杜兰洞一带特殊的地形 也便于大卫以及后来投奔他 并跟随他的人躲藏 当大卫在亚杜兰洞这段时间里 他在军事上的指挥才能 渐渐显露 他在家乡的弟兄们和他的父亲 明显的是受到扫罗王的威胁 因着惧怕 他们都下到亚杜兰洞来投奔大卫 接着不单单是家人来了 那些在扫罗统治期间 处在社会的底层 没有被关注照顾到的 类似像受窘迫的 欠债的 心理苦恼的 都聚集到大卫那里 大卫的面前 很快就聚集了四百来人 到了后来又增加到六百来人 大家可以参考二十三章的第十三节 大概是因为亚杜兰洞那一带的自然条件 不适合这么多人在那里生存 其后 大卫就带着跟随自己的人 前往死海的东边 进入到摩亚国的境内 经文完全没有向我们形容 大卫进入到摩亚 有任何惧怕 也没有向我们描述 摩亚人对大卫的到来 有任何的防备 这可能是因为 在大卫的身上 有着摩亚人的血统 因为我们知道 他的曾祖母路德 就是摩亚人 路德纪第四章十七节 二十二节 很显然的 大卫带着一行人去到那里 是打算向摩亚王寻求政治庇护 第三节记录了大卫 对摩亚王所说的话 他恳求摩亚王 求你容我父母搬来 住在你们这里 当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 大卫向摩亚王的请求 很明显的没有遭受到拒绝 甚至摩亚王还给大卫 开具了非常优惠的条件 使他能够带着 跟随自己的一行人 以及兄弟并父母 住在山寨里 有人说 这山寨 是位于死海边的马赛大 但是马赛大 是在死海的西边 很容易遭受到扫罗军队的围剿 所以这里指的山寨 应该还是在摩亚地 就是经文所说的 摩亚的米斯巴 很明显的 大卫带着父母和跟随他的人 在摩亚住了不少的日子 到目前为止 我们若回过头来看一看 自从扫罗迫害大卫 大卫已经辗转了不少的地方 也不断地去求助于人 像他曾经去拉玛 找撒木尔帮助 又再回到基比亚 期望约拿丹给他带来帮助 他也去了罗伯城 向那里的祭司寻求帮助 甚至他还想透过外交的政治庇护的方式 希望躲藏在菲利士地 接着他又选择了亚杜兰洞 以及最终选择在挪亚躲避扫罗 大卫这一切的行动 不难看出都有理性的反应 他所做的尝试 也是可以理解的 合乎理性的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看到神的同在和帮助 从大卫的经历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点 那就是神引导他所喜悦的人 走一条蒙引导的路 神有的时候是借着圣灵直接引导 而有的时候也是借着环境上的安排 人的眼虽看不到神的手 但神一直在牵引人并且在纠正人 到目前为止 大卫感受到最安全的所在 就是在摩亚的山寨里 摩亚王给大卫一行很大的权益 但就在这最舒适的时候 神却借着先知来干预了 第五节圣经告诉我们 先知迦德对大卫说 你不要住在山寨 要往犹大地去 于是 大卫就按先知的吩咐 离开了那里 进入哈列的树林 我们要知道 人的心都是要选择 离开患难和难处的 能够住在扫罗 黑手达不到的地方 岂不是好 但是 神有着更美的计划和心意 神是计划大卫 未来做以色列的君王的 他若是在摩亚的山寨中 一直舒服的待下去 就会一直远离他的人民 神借着先知告诉他 他应该回到自己的故土去 他也需要在神子民当中 建立威望 与大卫说话的先知迦德 有着不小的来头 按我们今天猜想 他很可能在撒末尔的家乡 先知学校中受过训练 此时 他就加入了大卫的阵营 所以大卫的阵营中 就有了先知迦德 也即将有 大祭司亚西米勒的儿子 亚比亚他 迦德先知 在以色列历史上非常重要 按照经文的叙述 他应该是大卫王朝历史的 传述人之一 历代之上29章29节 同时这位先知 也帮助大卫组成了圣殿当中的月班 历代之下29章25节 当然这里所说的圣殿 不是指所罗门的圣殿 而是大卫临时的账目 并且就是这位加德 在大卫数点以色列人人数之后 向大卫王宣告神的审判和刑罚 撒目尔记下24章11节 大卫在此时的灵命应该是非常的好 从他对摩亚王所说的话就可以得知 他已经看见自己的生命当中 一直有神主权的彰显 所以在第三节 他跟摩亚王说 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在你们这里 当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 这个意思是 请容许我们暂时住在你这里 等到神一写明引导 我们就离开 刚才我们提到 大卫听了先知加德对他的劝告 回到犹大 建立百姓对他的信任 由此我们可以看见 神实在是爱大卫 他就借着先知 及时的告诉大卫当走的路 而大卫的顺从 也就带来了他的生命后来的突破 以及能力的增强和地位的提升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 在旧约时代 从君王到百姓 听从从神那里来的先知的告诫 是必须的 若听从先知的告诫 其结果就是福气 大卫听了先知的话之后 就回到犹大山地 圣经中所说的哈列的树林 我们现今已经无法知道他的具体位置 我们接着来看第二段 六到十九节 以东人多义向扫罗告密 罗伯城的祭司及家属 遭到扫罗的屠杀 圣经中告诉我们 大卫带着跟随他的人 重新回到犹大的行动 给扫罗的朝野 带来了极大的恐惧 其实对大卫来讲 扫罗王大有权势 正在寻索他的命 大卫整天想的 就是如何能保护自己 可对扫罗而言 大卫是一个逃跑的要犯 而且是严重 威胁他王位的人 于是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 坐在垂石柳树下 手里拿着枪 心中极其不悦 从他说的话中 可以得知 在他的朝中当官的 主要的成员 都是便雅敏人 经文中说 他就对左右势力的陈朴说 便雅敏人啊 你们要听我的话 耶稀的儿子 能将田地和葡萄园 赐给你们个人吗 能立你们个人 做千夫长 百夫长吗 扫罗的心 非常的阴暗 他的话中有话 明显的是在挑拨 支派之间的关系 同时也在陈朴面前 为自己歌功颂德 他明确的告诉手下 他们现今所拥有的 都是由他所赐的 他所说的话 暗示着 倘若是耶稀的儿子当政 这些陈朴 便不会有 现在能享受的特权 但紧接着 他将自己的儿子 和陈朴们 一同咒骂 他恶毒的咒骂 约拿丹和大魏之间的友谊 说约拿丹的所作所为 是煽动其他人 来反叛他 他同时赐责 宫中没有一个人 把大魏和约拿丹的关系的情报 告诉给他 当扫罗提到 一切的情报都无人告诉我 为我忧虑 第八节 于是 在他陈朴中 那自告奋勇的人就出现了 那位在罗伯城的扫罗的司墓长 以东人多异 就趁机立功 他向扫罗报告了 大魏到过罗伯城 罗伯城的祭司 亚西米勒 为他求问耶和华 又给他食物 并给他 杀非利式人 哥利亚的刀 第十节 于是扫罗紧急的传来 所有罗伯的祭司 当大祭司亚西米勒 和他父亲的全家 就是罗伯城的祭司 都来了以后 扫罗对着眼前这群 侍奉耶和华的人 凶相毕露 扫罗责怪 亚西米勒 为什么为大魏求问 将食物和刀给他 扫罗的话中 已经有判断 在他认为 亚西米勒这种行为 是与耶稀的儿子结党害他 亚西米勒的回答 非常的忠实诚恳 的确 他一切都不知道 他回答王说 王的臣谱中 有谁比大魏忠心呢 他是王的女婿 又是王的参谋 并且在王家中 是尊贵的 对于大祭司而言 他完全不知道 扫罗与大魏之间的矛盾 大魏既然是王族中 德高望重的一员 又是王的女婿 他既到了 罗伯城那里 亚西米勒怎么会怀疑他呢 接下来发生的事 虽然大祭司向扫罗请求 不要将罪归我和我父的全家 因为这事 因为这事无论大小 仆人都不知道 可是扫罗的决定 已经不能改变 他告诉亚西米勒 和众祭司说 亚西米勒啊 你和你父的全家 都是该死的 此时的扫罗王 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他竟然向陈谱下令 处死上帝的仆人们 可是在他下令行刑时 王的仆人们 都目瞪口呆地站着 谁都不愿意下手 于是扫罗就给多亿 一个表现的机会 让他去杀祭司们 多亿正愁 找不到一个机会 可以让王喜悦他 于是欢快地执行扫罗的命令 当然动刀 杀祭司的肯定不是他一个人 也会有兵丁们来协助他 那天被杀的 罗伯城的祭司 多达85人 这还不算 为了起到震慑的作用 让所有以色列人都知道 接待大卫的下场 扫罗接着还派多亿 用刀将祭司城 罗伯中的男女 孩童 吃奶的 和牛羊驴 尽都杀灭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 活在肉体当中的人 是何等的可怕 扫罗的生命 是何等的刚硬邪恶 所以我们不要对 堕落中的人性 太暴指望 像扫罗 他不敬畏神 最终就堕落到 连天良都上尽的地步 这样的一位 以色列的统治者 已经完全不再能 给自己的百姓 带来任何的福祉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段 第二十到二十三节 大祭司 亚西米勒的儿子 亚比亚他 带着以弗德 逃到大卫那里 圣经中告诉我们 当扫罗的司墓长多亿 奉扫罗的命令 屠杀 罗伯城的人口 和牲畜时 亚西米勒的儿子 亚比亚他 逃过了大难 带着父亲 求问神的以弗德 投奔到大卫那里 从此 他成为大卫 智囊团当中的 重要一员 后来 每当大卫 要采取任何行动 想知道神 许不许可 就会告诉亚比亚他 把以弗德拿过来 求问神 当亚比亚他 把扫罗杀耶和华祭司的事 告诉给大卫 大卫 坦率地 承认了责任 22节 23节 大卫 对亚比亚他说 那日 我见以东人 多亿在那里 就知道 他必 告诉扫罗 你付的全家上命 都是 因我的缘故 你可以住在我这里 不要惧怕 因为寻所你命的 就是寻所我的命 你在我这里 可得保全 亚比亚他 后来一直 跟随大卫 大卫后来 能够得胜立国 亚比亚他 做出了 重大的贡献 后来 他也长期的担任 大卫王朝的 大祭司 但可惜的是 他后来跟大卫的儿子 亚多尼亚 站在一起 最终 他的大祭司职务 被所罗门王 割除 《猎王纪上》 二章二十六 到二十七节 我们在读本章时 请大家留意 大卫在逃难的生活中 如何顺服 神的引导 另外我们也可以 在本章中 看见扫罗王 所流露出来的 歹毒和凶狠 他对待 罗伯城 祭司的态度 简直就像 新约中 要杀害主耶稣的 大希律 我们另外 也要注意到 一个要点 当罗伯城的祭司们 因着大卫受连累 最后几乎是 全城的人 遭受到屠戮 这也同时应验了 神从前 借着神人 对以利家 所说的语言 撒末尔纪上 二章二十七节 三十一节 到三十三节 好的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 撒末尔纪上 第二十二章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今天 留给大家一个小思考题 你从大卫 被扫罗逼迫 他去找撒末尔 再去求约拿丹 又去过祭司的城 罗伯 又到过 菲利士人的城市 加特 又曾住在 雅度兰洞 还到了摩雅 最终又回到 犹大山地 从这一站 又一站 辗转的过程中 你能发现什么 从其中 又有哪些重要的 我们当学习的 属灵教训 好的弟兄姐妹 我们仍然鼓励 弟兄姐妹 每一天都祷告 愿身以他荣耀 又甘甜的同在 伴随我们生活 和读经的每一天 我们当遇见 生活的难处时 一定会像大卫那样 走了一处又一处 求了一个人 再求一个人 但是最终我们会发现 只有神 真能成为我们的帮助 因为依靠耶和华 胜过依靠王子 让我们就学习大卫 越经历生活的难处 和苦处 就能学习到 要倚靠我们生命的磐石 单单的寻求他 爱你们 明年 便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